转载自百家号作者,罗里踩单车安东尼的加盲了敲定似乎使得火箭完成了问下赛季争夺总冠军的最后一块评图,不过相对于勇士阵容的深度,火箭要是想在下赛季击败勇士冲出西部,这阵容还是差点意思。 核心球员框架虽然已经接近于完美,但是把凳深度是火箭所不能与勇士比的,要知道德安东尼上赛季后赛,经常使用七到八人轮换,这也是保罗在天王山大战中受伤的原因之一。 封线上,火箭现在拥有凯克、安德森、安东尼和杰拉德格林等,内线又有卡佩拉、周琦、内内等实力球员,唯独后卫线上除了灯泡组合之外,就只有戈登一个合格的替补,虽然夏季签下了卖卡威,但没有篮子的他显然不会有太多出场时间,因为,火箭还需要在号卫线上引进一名射手。 而恰好,火箭在八月十五日迎来一则好消息,上赛季勇士的冠军成员,又单打王支撑的尼克扬有一家盲火箭,上赛季常规赛,尼克扬为勇士出战八十场,在场均补到十八分钟的出场时间内,可以拿到七点三分,一点六篮板,是一台不折不扣的德奔机器,有些球迷可能还不知道,在一一到一二赛季, 当时在洛杉矶快船效力的他还与保罗做过短暂的队友,因此尼克扬小加玛火箭,说不定也与保罗有一定的关系。 作为一名得分能力注重的球员,尼克扬还保持这一项记录,他是胡人历史少年续八场比赛,命中三分球最多的球员,三分球累计六十四投三十六中。 足以见的杨小霞在投水方面的水平,如果尼克扬真的能加盟火箭,那么火箭外线就将多余加顶点炮台,还能给灯泡组合,提供更充足的休息时间,并且杨小霞的打法,也是跟火箭打法无缝粘合。 当然,一切只是希望,能不能签下还要贪得安东尼和莫雷的意愿了。